说起80后的青春 林志颖是不得不提的一个明星 多年来由于他的容貌一直没有很大的改变 还被网友称为不老男神 当年台湾盛产偶像剧 席卷祖国两岸 无论是仲天琪还是17岁的语记 都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 他会赛车 喜欢科技 自己动手DIY等等 种种特点加起来 让他在无数女性的心中更加完美 很久不演戏之后 他带着一秘录制爸爸去哪 那使大家才有点意识到不老男神的儿子都这么大了 其实他也会老 随着一秘的亮相 大家再次关注到林志颖的妻子陈若仪 当年他们的恋情被质疑 陈若仪也一直受到攻击 一切都是因为林志颖太红 也因为他嫁得太幸运 就像是现在的顶流男明星 一旦公开了女朋友的身份 尽管表面上的都是粉丝在祝福 他依然还是会收到很多指责 陈若仪就是这样 虽然他如愿嫁进了林家 也生了三个儿子 但面对薄习关系 他跟大多数媳妇一样依然是束手无策 比如说林志颖的模特妻子陈若仪 看过婆婆和妈妈的观众都知道 林妈对媳妇最不满意的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她的嘴不甜不会说好听的话 母亲节这一天 林志颖带她来到妈妈家里 林妈跟儿子拥抱寒暄之后 对儿媳妇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你的拉链怎么不拉好 陈若仪急忙解释道 这不是拉链 只是个设计而已 一家三口在一起吃饭时 林妈嫌弃媳妇的裤子太短不雅观 要求她换一件正式点的 陈若仪弱弱地解释道 没有戴太正式的衣服 婆婆听后这才作罢 每次婆婆这样挑剔陈若仪时 作为丈夫的林志颖 大多数只会尴尬地笑笑 不会替老婆说一句话 有次婆婆让陈若仪擦窗户 林志颖站起来说我帮你 林妈却拦下她说你休息一下 结果林志颖真的坐下了 虽然这是节目组安排好的恶作剧 但节目看下来会觉得 好友的这番话无比真实 就算是陈若仪再完美 也不见得能跟婆婆平安过好每一天 看完节目后不得不感叹 婆媳关系真的自古以来 就是道无解的难题 到底什么样的家庭 才会做到婆媳和平相处 你们有什么想法呢 你被震手忌 你被震手忍掉 我记得不得啊 你被震手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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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震手忌 你给震手忍掉